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 《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 《易德台仰》 還有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部》 和《三台沙冷器》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 並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不想講政治了 講一些中國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有一點叫做肉身助罰 就是一些德度高增等等 臨先游之前 就會擺好一個 就是 裂盤 就是擺好一個姿勢 這樣就去的 繼而然後就由 他的弟子等等 就將他包了 變成一個坐佛 就是一個坐像 給後人供奉 這一節就想講 在二十幾年前 九十年代那時候 在中國泉州 福建 應該這麼說 在福建就有一個佛像 就經歷了很多風雨 仍然可以流下來 但是後來竟然失蹤了 現在就引起一個追逃 那些後人走去追逃的事 那我們就講一講 在福建 有一條村 就叫做陽春村 每年的村民都會聚集在他們的祠堂那裏 准行儀式 就供奉一個佛像 就叫做張公祖師的祈福 但是這個不是他們原本供奉的佛像 原本那個有幾千年歷史 有成千年歷史的了 真那個已經不見了 在陽春村地屬的三明市大田園 吳山珍 其實是北宋開始 即是公元一千年左右 這一條村裏面的 和這個東蒲村 共同擁有一個叫林氏宗祠的普照堂裏面 就供奉這個張公祖師的肉身佛像 但是很可惜在1995年的12月 有一群壞人偷了這個千年佛像 從此就下落不明 之後這20年就找不回 到了2015年的3月 匈牙利的自然科學伯物館 就舉辦一個木乃伊展覽 在陽春村的村民就去看 當時因為福建有很多人 跑了出去全世界 看到這個不是張公祖師長 現在這個佛像 原來佛像就是一個荷蘭人 叫做范奧維尼阿姆的手裡面 於是這個陽春村的人 就決定去荷蘭法庭訴訟想拿回來 當時的代表 就是現在呢 就是代表理律師、文物單位 海外華僑媒體記者 全部都集在一起 就由這個中國的農民 和荷蘭的收藏家 現在就對保公帕 中國和荷蘭 兩個國家進行平衡訴訟之外 民間溝通的渠道 也都是不斷地做著的 村民代表就在各個層面上 想嘗試 就試圖向荷蘭收藏家 解釋這個像 對這個村的意思 和情感的價值 希望呢 這個供奉了千年的玉身佛像 帶回去它原本應該的地方 家裡 其實這條陽春村 大部份的村民都是臨時後代 每個人都各盡所能 希望呢 就一路 即是直接出發之前 每個人都拜祖先 就說要 請回來 對 希望就去阿姆斯特灘法庭打官司 請回來 這個是裝物來的 如果是這樣 是裝物來的 但是那個又不輸了 告訴他就行了 拿到賊裝還回來的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沒有天理 如果這樣就拿著人家的佛像 人家那個大佬是祖先來的 就是了 真是嚇人贏 歐洲這些國家就這麼壞 真是這一部分人壞人 這個佛像有了中文字的啦 你一定不會在歐洲人 即是歐洲人的物件來的 是不是呀 是 你可以看到 這些歐洲那些 賊裝 盜賣 一些的保物 去到歐洲就變成 當是自己的收藏品 就是過去歐洲就幹不少這些歐檔 尤其是在殖民年代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都仍然有大量的中國文物 藏在大賊博物館裏面 即大英博物館 是啊 不單止中國文物 在希臘 巴特龍神殿上面 那些千年雕塑 全部拆掉了 混了回去 還要大言不殘 就說 留給你們呀 不是只會懶 我要代你保管呀 現在保管得多好 這樣說 譬如說 這個 巴格達 巴比倫城 那些 在城牆上 那些文物 全部拿回來 基本上很噁心 我很記得 在 小布殊打伊拉克的時候 巴格達博物館裏面 那些 拿了 壞人 多得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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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的罪業 好了 我們就說一下 繼續 現在他們這個補兆堂 臨時宗辭的補兆堂 就翻身了 就等著張公回來 是啊 一切呢 我們就說回千年前 這個張公究竟是什麼 張公呢 就俗名叫張七三 發號就普照 六串 其實就是指 伸手四肢俱全的意思 村民就世代昌傳 張公就跟媽媽 改嫁來到陽春村 小時候是一個放牛的小孩 長大之後就落前浩斯 學會了醫術 就整天呢 就為村民呢 就醫病 傳說 由於他全力相助 瘟疫爆發的時候 整個臨時家族 才避免了滅族之災 結果在宋哲中 袁幼年間 這個張公都很早誓 就三十七歲就不在了 就坐化 之後呢 就被村民奉了做祖師 在他肉身內 就重掃金身 修建了普照堂 供奉到現在 就是由宋朝到現在 都差不多一千年 但是在一九九五年那時候呢 十二月十四號 就被盜的 當時的記錄 這個普照堂呢 就不是做得 即當時是 那些人不在意 有人會做這些壞事 普照堂的牆後面有個洞 人呢 就不可能出入 而且大門鎖上 案發那晚呢 有村民見到 有一輛灰色的小包車 紅毛巾 和兩個中年男人 開頭以為 有人來看病 因為 當時文物盜涉 就槍拳 這幫壞人呢 其實就整天在四川一帶 是 作案 張公嫂斯 就是當時失涉的佛像之一 之後二十年 整件安毫無遵展 村民呢其實就是 已經四處打停 到底 有沒有辦法找回張公 但是沒有人會猜到 一九九五年被逃之後 張公原來已經飄滑過 過海 去了荷蘭 事緣就是2015年的三月 這個陽春村的村民 叫林永屯 就拿著手機 看看看看看看 看到匈牙利博物館 展出了一個 中國肉身佛像的新聞 於是 看一下 一看 這個不是張公 所以在陽春村呢 這個林家屯 林永屯先生呢 他是在普照堂附近那裡的 他年輕的時候呢 就是很小時候 經常見過張公佛像 那個長和的樣子 長和笑的樣子 他記憶 張公佛像是金身 但是由於香火就比較厲害 所以臉都黑黑的了 而他見到那個網上那個佛像 那個笑都仍然很長和 於是他馬上走回去林家那裡 就想查這個叫林樂居先生 就是他的童中的家 為什麼呢 其實在80年代 相機都仍然不太流行 而林樂居先生 是當時村裡擁有相機的人之一 1989年的時候 他就和張公祖師的佛像 拍過一輯相 大家都知道不是Digital 當時是用膠卷 於是就立刻做了 同一日呢 另一位村民叫林文青 和朋友在吃飯 那時候呢 是播出中國的肉身佛 在匈牙利展出的新聞 介紹那裡呢 就展出叫他做柳傳祖師 一見到 這位林文青先生一見到 想都不想 柳傳是陸傳拼音的誤讀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陸傳 伸手四肢俱傳的意思 就是張公祖師的名字 就變成了陸傳祖師 因為這個林文青 也都是去過 就是姓林的 他們那條村的人都見過了 張公祖師的了 於是他就 立刻打電話給他唐叔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 有膠卷的那位林樂居先生 就說 喂 大家要立刻做些事了 這樣說 當時這個林文青先生 其實他是在第二處做事的 用電話和他唐叔一講完 第二天他就立刻乘飛機回福建 就去那條村商量 我們要拿回佛像回來 於是 這個之後六年 林文青先生 他原本在廣州做生 港西做生意 即正是放棄了一盆生意 全職就成為 追討張公佛像的村民代表之一 而其實 他們呢 林文青先生就這樣說 張公經常在那裡笑的 就好像蒙羅麗莎像那樣 無論怎樣看 他都會對著你笑 村民很慈場的 就是一些真正的佛像 給人的感覺是 村民經常都掛著張公的笑 他雖然不是姓林 是屬於異性的先祖 但是 但是要撲實更加多 比起那些其他的宗教像 那個情感是十分之大的 當然在文革期間 中國動蕩的年代 他們為了保護張公祖師 被破壞 是輪流帶著佛像 躲起來 有時是藏在這裏 有時藏在那裏 所以行傳到下去 當年是很不幸的 當張公被人偷了之後 他們就請了師父做回一副 第二個張公的副身 就供奉在裏面 師父手藝很好的 沒有人看得出 但是就是不覺得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是真身 那 而到底 這位范奧維尼姆先生 他本身 就是現在擁有張公的那個人 是一個建築師 他當在二十世紀末的時候 即1997年左右 他用四萬荷蘭盾 就買到這個象 他就曾經 找一個文物專家查一查裡面 這個專家一看 移開了這個象的底座 發覺有一些 有一行漢字 再去那裏看 就看到有一個人骨的座身 即是有一個人骨的座像 於是裏面其實是 一個人體為鞋 現在村民一聽到張公在海外 立即聯繫到一個在布達佩斯 做事的同鄉 就叫他去博物館看看 但是當然不讓你拍照 那你無辦法 有證據 現在看到那個座像 那個樣子是很漂亮的 仍然是很刺而刺牆 在2015年的3月 在匈牙利的華僑 叫李鎮關 也都注意到張公祖師這宗新聞 於是 立即聯繫到 楊春村的村民 去過很多次博物館去確認 現在張公的印記等等 都仍然有跡可尋 並且找到一些照片 甚至發覺到 在佛像的背後 還有加番的字樣 是林家的 有一個叫做林家番的人 在重修佛像的時候 1994年重修佛像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記號 這就是1944年那時候做的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證明到 這個是是的 一聽到 傳回到中國國內 於是 中國的文物部門 就請專家到楊春村取證 封結的文物局 匈牙利治 就證實了 這一個一定是 1995年的張公祖師將 按照計劃 應該2015年的5月17日 張公祖就會離開匈牙利 去到盧森堡 那這件事 一說這個是張公祖師 於是這個收藏家 在3月20日 就搬走了佛像 當然那些人去找他的時候 我轉手給其他人 即是他是廢事被人說他收賊莊 可能廢鬼是麻煩 而在中國裏面 就有一個叫做20年的追溯期 最後限期前夕 即過了你就拿不回 前夕 楊春村和東蒲村的村民 就授權中國荷蘭律師團隊 去追這個肉身實上 於是就展開這個訴訟 這個訴訟在2016年的6月8日 就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法院開庭 2018年的10月31日 就第二次聽證會 在距離這個聽證會之前的72小時 六個村民代表我們飛去 無論怎樣也好 都要去試一試 即使連簽證都未辦妥都不理 他們說這些全部都是為了將功 他們在10月31日到了阿姆斯特丹法庭 他們其實由29號由楊春村出發 30號到廣州 飯都未吃 在外交部新華社駐外記者協助之下 30號就在荷蘭的總領館拿到簽證 即是其實中間已經有很多人幫忙 現在就等著可不可以 其實現在都是在等著的 因為這些官司一單又一單 大家都知道導打官司很麻煩 他們就說這些全部都是因為將功保佑 而做到 2018年的12月12日 阿姆斯特丹法院就作出了一個判決 就認為根據荷蘭法律 只有自然人和法人 具有民事案件的主體訴訟資格 楊春村的村委就不是主體的訴訟 要求他們不是主體訴訟的人 應該就說你們是 但是你們不跟這個仗是你們說是 那些壞事 那些荷蘭人的鼓鼓滑滑大家都知道 那現在其實他的訴訟就在中國國內舉行 希望在中國那裏做好 然後看看怎樣再向荷蘭那裏打 在2020年的12月 福建的三名中院就對這個文物保護案 就公開審判 就判這個當然荷蘭那邊 一定要退還佛像 那村民也都說我們不會放棄的 我們要堅持到底 怎麼都要拿回來 那現在他們就改善了 把整個普照堂 整個村都放在CCTV 以防再有壞人進去 那他們問一下他們怎麼看呢 那他們是認為 沒事的 張公想再在荷蘭 想在歐洲那裏等等 他們想在那裏走一下 我們總之把這條村整好了 迎接他回來 那些人都很樂觀的 而現在2021年的1月 福建張公祖師肉身助長 追索案就是被評為 2020年度人民法院 十大案件之一 國內法院的判決 就意味了終於有一份 張公祖師所有權的官方認定 因為之前荷蘭就是說 你們姓林的就說是這個 張公祖師的所有權 證據呢? 沒有證據呢? 我就不認定你 雖然我知道是偷的了 吹嗎? 就是那種情況 既然你說沒有 就找中國官方認定 那現在執行方面都是問題 那案件就進入二審 歸期就未定 但怎樣都好 就問起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林文清先生 就是說 港西有生意都不做 決心追回那個 林文清先生就說 我們這一代人不去追 下一代人就忘記 這個是我們的使命 也可以看到有幾多文物的 是很令人感慨的 就是希望拿回所有文物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